丟臉的膀胆 让这些国库的朋友 也可以吃一顿好 也可以感受二姐团的气氛 爱心转参 抗你二八三五七一公公 抗你二八三五七一公公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运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集超盘手 我是黄子东 每天的十点到十点半 在运通财经台 我会陪着大家一起看盘 那如果你人现在贴在盘面上的话 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今天上市跟上柜指数 目前为止都由红翻黑了 我今天好好会解释一下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你应该怎么操作 如果你看 不是只是看指数而已 你看涨加速跟叠加速 上市一样 叠加速多过于涨加速 这件事情其实跟我昨天晚上 我在盘面上面的一些 相关消息面有关系 那当然首先 我说在这样的盘式 会不会有好股票 我们今天一开始 其实要先跟你验证这件事情 有 当然有 而且非常强势 有没有注意到 来 一样 我在9月29 这件事情 其实我整整提了快一个月 9月29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先提这件事情 我会说 现在第四季 你要注意 哪一些集团股 目前为止正在动作 如果你是往多方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些集团股 为什么 第一个 你看到现在的盘 表现得不好 但是在9月底的时候 这些集团股背后的主力 公司的董事 拼命地在做一些动作 什么动作 来 9月29的时候 鸿海与国聚结盟 那我的解读当然说 时间点很棒啊 不是说什么 对于股价会有推升什么 没有 我的解释我认为是说 时间点很棒 因为他们看到高功率的需求 尤其是车用电子 尤其是高阶主机板 所以我说高功率 往下看 电容是最有获利的 因为我说这篇文章 其实有点特别啊 大家看到鸿海跟国聚结盟 时间点很棒 对不对 大家就会说 所以子东老师 你是推荐我 做一个波段 长报国聚或者是长报红海吗 当然这两档如果你买了 报到今天 你应该为自己鼓鼓掌 真的你也跟我们一样 看对了方向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但是不是哦 先等等 我跟你讲的 第一个 我说既然我们关注电容场 红海跟国聚结盟 重点是我居然反而是跟你讲这档股票 来 华兴科 也就是信仓店 信仓店是华兴科的子公司 信仓店 华兴科底下的电容场 那我相信 只要是熟悉这个集团股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个也不是盖牌啊 说我打了一个叉叉叉叉叉 让你猜不出来 没有 对不对 华兴科信仓店底下的电容场 是哪一家公司 不就是这一支吗 加邦 当然啦 加邦的子公司 六四四九 玉邦 加邦跟玉邦 今天这两支都锁掌庭 我说重点是你要知道 这些集团不是说因为市场上 我已经其实有讲过蛮多遍的 我说电容场高公立的需求 是一个长线多方的题材 没有错 但是我说上市家上位股票 1700 800档 每一档股票 每一家公司 其实都在去释放利多的消息 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 每天刻意的去释放 自己自家公司的利空消息吧 没有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 题材归题材 这个是一个我的看法 但是如果没有筹码 如果没有技术现行 帮助我们做佐证 那这一档股票 其实我也不会带会员去操作 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 我就要先跟你提 这些公司 因为如果你要知道 你要在这样的盘式 找寻几档 像玉邦 像家邦这样的股票 过薪高的股票 会越来越难 对不对 我说这跟昨天晚上 我在盘面上看到的一件事情 其实有点关系 来 什么关系 来 昨天10点多的时候 我也跟你一样 我在自家的看盘室里面 正在看盘 怎么样 忽然一阵地震 对不对 昨天其实也蛮有趣的啦 正常来讲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期货好了 因为我们昨天的期货选择权 期货没有啦 选择权是有单的 正常大部分 如果你是散户有去做这些 衍生性金融商品 做期货选择权 你应该都有听过一个操作方式 也是要老天爷赏饭吃啦 每一次有地震来的时候 盘都会下跌嘛 大约会跌20点的幅度 跌了这20点之后呢 你要赶快去抢多单 地震停了之后 这20点自然会弹回来 当然这个是笑话一折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用这套模式 成为市场上面稳定的赢家 讲的是稳定喔 因为我怎么会知道 隔天有没有地震 所以这一个操作方法 基本上当然 你不能靠这一招来吃饭 只是有这件事情 大部分市场的投资人 就会赶快去抢 对不对 昨天刚好是例外 为什么 昨天地震完之后 大家都在讲说 为什么台北股市指数 盘后盘会跌100点 大家都在想说 因为大家 我是住台北啦 不知道在看我影片的人 有没有台北人 有没有台北人 震得算久啊 而且重点是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震动了 那大家就会市场在传闻说 是不是因为说这次在台北震 震央在宜兰嘛 是不是这次震得比较大 然后震坏了什么全职股 没有事实上不只是台股期货 事实上是国际股市也都有一波下跌嘛 对不对 刚好遇到开盘 那这段期间其实我说 其实你要发现台北股市其实表现的算是相对强劲 因为为什么 看到这样的表现 我们选择权是有单的 而且我开诚布公的跟你讲 什么单 多单 我的选择权 我布的是多单 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带讯息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有 好来 昨天12月10号 昨天台北股市大盘一轮击沙 到尾盘才开始有一个像样的反弹 第一个 我说我们利用选择权的特性 我们没有不期货来抢反弹 因为不适合 这项商品不适合 我们是这样子 来 看时间 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点 12点44分 我是试驾买进12月的14400点的买权 做多吗 点位跟你开诚布公的跟你讲 昨天12月10号12点44分 点位40 我说我的每一封讯息都会告诉你 你布这笔单 其实应该占你的资金的几成 那这一笔我们是占总资金的两成 12月10号 好来 我今天是什么时候回补这笔单 我们今天这个讯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要看关键字 来 不知道聪明的投资人 我们也来互动一下考考你 看看你能不能抓出关键字是 哪几个字 两个字 来 今天9点18分 新鲜的讯息 今天12月11号 我说买权先试驾获利出勤 目前点位56% 获利40% 选择权有很多套交易的模式 不是每次在那里跟你背数背数 有些真正聪明的 我们讲玩家好了 知道选择权的特性 应该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操作 那当然他终归还是要跟大盘同步 来 今天12点18分 我不是神 所以没有办法出在最高点 我们出在一个反弹之后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高点不会过 12点18分 刚好就是反弹上来的这一个点 好了 我们多单 因为我说了 我们很清楚是赚反弹嘛 所以我们先获利试驾除勤 赚40% 这是这一套策略的操作方法 不能用期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昨天的盘式可能是第一天 尤其是前几天我稍微讲 我说期货外资在流仓的部位 出现了一点变动 原本都是正口数正口数 但是这一周开始出现了负口数 这是一个讯号 不代表全面翻空 但是警觉心要有 所以第一天的下跌 其实上不适合用 期货 不适合用这样的金融商品 去操作一个反弹 所以我说来 第一个 重点在于我们用选择权的特性 要知道怎么样操作 你说老师 你刚刚不是说这一篇文章有一个重点吗 这一封讯息有个重点吗 我相信聪明的投资朋友应该很清楚知道 来这一封讯息我们是用大盘 用大盘来代表 我说我们来抢这一次的什么 反弹 也就是说我今天早盘 我在上节目之前 我怎么看待今天的盘势 期货我们今天早上有布局 空单 第一个为什么 一样就大盘 我是在跟你讲没有全面翻空 但是大部分的选择权跟期货 目前为止没有人在做常单 没有人一报还去转仓的 大部分要嘛就是当冲 有的时候隔日冲赚一个反弹 这也是不错的 好重点在于第一个 我说我今天看大盘是反弹 也就是说我把我现在的看法告诉给你 让你知道如何去判断今天的盘势 你就也清楚知道说 我今天是站在哪个地方 来说老师 所以你翻空了吗 你个股全面做空了吗 没有来 我说今天是礼拜五嘛 我从周一周二周三 其实我连续告诉你一档股票 你说哪一档 你没有清楚的看到是哪一档 那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建议说你可以去YouTube 好好搜寻我这个礼拜 在一到礼拜三 我跟你讲了哪一些族群 跟你讲了哪一些个股 逻辑都是有一致的 那当然今天礼拜五 我说我们就做一个复习跟整理 你也顺便帮我们做一个验证 来 12月9号 今天11号 两天前我来跟你讲 我们讲哪一档股票 那一档一开始 我说我们还没有完成布局嘛 对不对 来12月9号的时候 所以我们价格我们遮一下 现在基本上价格是跑掉了啦 挂价第一个 来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12月9号10点31分 我们挂价一档股票叫做3588通加 我遮掉后面的个位数跟小数点 但是我把实位数告诉你 来3588你帮我们做验证 今天12月11号嘛 对不对 两个交易日 来 这档股票今天好强喔 今天涨7.78%耶 错了啦 他昨天更强啦 他昨天所涨停 我们看好这档股票的时候 这一档我们追第一根嘛 说追其实也不太对 因为它没有过高嘛 你要在这一个时间点 你要能够在12月9号的时候 你就已经要看到这档股票 其实不是12月9号 为什么 因为当你把它12月9号 设为你的自选股的时候 你再怎么找再怎么找 12月8号应该就已经 要在你的选股名单里面了吧 不然12月9号上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反应的嘛 对不对 好啦 我说我们整合做成一张表 这就是我这礼拜一 到今天周五为止 我给你的三档股票 第一档通家 我说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 我把讯息拉出来给你看 告诉你第一个 我们买进的价格 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 也不是说抓在最低点 这一档其实有办法 抓在最低点 但是我们也是做一个 持股态患的动作 脚步稍微慢了一步 但是总比错过这整段行情好 三五八八的通家 我说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 第二档哪一档 12月8号第一支跟你讲 为什么后来跟你讲通家 因为12月8号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你说来 我们挂架619买进3529的力旺 3529来看一下 今天表现的没有通家这么强 但是还不错 你对照盘是目前为止是空方盘 但是我们选到的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可以涨2.67% 今天涨2.67% 是不是今天最强 没有 昨天差三档涨停板 差点就要发恭喜的讯息 我在那边等 想要恭喜一下尊荣会员 讯息没发出去 因为为什么 就是差三档涨停板 有点小可惜 来 这一档股票3529 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是说 跟黄重仁有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黄重仁概念股 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跟你讲得那么迷失 因为万一黄重仁黄先生 正在看我的节目呢 对不对 我如果说有 他看我的节目 说要对我提告 我怎么办 所以我们 我也算是对你眨眼了 再跟你讲 就是你不是第一天来股市嘛 有没有关系 这你应该很清楚 我就对你笑 对你眨眼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要讲出去 重点是 以上的东西就叫做故事 就叫做概念 但是我们要化为实际的操作 必须要有一套良好的工具 来 所以我们整合成一张 往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来 这一周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可以选出强势股 第一个 我们看深红色的这条线 当然我说这条线 其实你不用找 因为你找不到 这个市场上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 就是说在这样的盘式 大部分的人 今天是不是都跟你讲 你要保守 就是见涨说涨 间谍他就没有信心 但是我说我这个礼拜 公开开诚布公 跟你讲的股票 因为这几档股票 不是什么月限季限 那些是讲空话的人 会跟你讲的东西 说这些强势股票 你不要追 废话 市场上投资人 谁不知道不要追股票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挑出特别的强势股 就光这一个礼拜 来 那我说这不是什么 月限季限 是我们会员 是我们的成员 独家在用的 多空强弱线 深红色的这条 叫做强弱线 通家3588 这一周刚好 来到强弱线 强势股票 来到这个点位 你要做多方 你要站在多方 是有利的 来再往右看 3529的力旺 是不是一样的架构 一样的线形 强弱线 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绝佳 往多方布局的时间点 我们挑的股票 当然3311 华欣科收购的公司 怎么会不强 3311的股票 鸿辉 今天这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 应该可以说是 本周稍微表现的黏一点 但是你如果进场的话 你在绝佳的点位进场的话 目前依然是有所收获 当然往右看 其实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还没有创新高 对不对 你看到 没错 它非常的强势 但是还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们卖个关子 而且我说它很有可能 它不是一次 它不是一波创高 未来这样的股票 才是你在这样的盘式之下 你的选择 所以我知道聪明的投资人 现在可能没有信心 甚至被空方影响 但是我说 其实你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段期间 其实所有做空的人 早就被扫出场了啦 没有说什么 在这个地方 还能够绝地大反攻 对不对 一路空上来 其实做空的 早就已经退出市场了 现在是 如果你要做多方 你要知道 目前为止 哪些股票 散户在里面 太多了 太多散户都去缴获了 所以这些股票 当然会有个修正 但是其余的股票 如果都掌握在 主力跟法人的手上 你就很清楚 这些股票 这些法人 看的不是什么点 什么一万两千点 一万三 一万四 他不看这个的 他只是要注意自己 目前为止 这档股票 是低估还是高估 仍然有没有坐驾的空间 那你就要从 这些强势股里面 好好地去搜寻 这档股票 我说才是我们 接下来有机会布局的点 前面三支 通家 立望 跟鸿辉 如果你错过了 那我也只能跟你说 可惜 也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因为涨高了 正常的操作 绝对不是叫你在这个时间点去追 如果你从周一看到现在 都没有行动 你应该知道 你现在的心情是懊恼的 所以有一些后面 有一些股票 应对这样的盘势 现在的股票 不是这么好选 你就应该知道 要如何做抉择 中间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再跟你讲 其他的族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定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剧检及剧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相信市场上 所有的投资人都清楚 目前为止是一个 多方格局的休息态势 好 休息态势 其实我说现在的投资人 其实问题已经不是追高杀低了 大部分聪明的投资人 尤其是你 可能也晓得 股票不是用追的 低买高卖 但是我说其实现在 我们台北股市的缺点是 第一个 可能轻轻一跌 就拼命的去追 然后稍微有一点获利了 就把你手上的股票都卖掉 就像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的耐心不够 轻轻一根 一根长黑K 我说真的 很多散户 是不是会做一个最粗浅的分析 跟你随便画一个 说往上画 两条线 两点连一线 这个地方叫压力 这个地方叫支撑 我曾经跟你讲过一个概念 我说现在新式的控盘手 就是刻意要去洗散户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支撑 是不是跌破一天之后 隔两个交易人马上拉回创新高 第一个 为什么这档股票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他要洗散户 第二个 为什么他可以很轻松的轻松 像加帮这样 洗一根黑K 瞬间狂拉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真正的筹码 都掌握在主力手上 所以现行他要怎么做 随他开心 但是他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做 第一个 他没有办法抵抗长期的趋势 短线上他会去洗散户 但是真正的长线 原因在哪里 就在我跟你讲的 从11月 现在已经快12月中了 讲了一个半月 也许你也注意到 华星科相关的概念股 也许你也知道第四季 你应该去强化车电的布局 不只是交加强化车电的布局 你也要强化车电的布局 你要布局 但是你看到盘式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原本你的规划 全部都被打乱 你就会没有信心 重点在于 你要有一套自己的操盘工具 要有一套专属于你自己的 而不是随着市场上随波逐流 更不能跟着新闻消息面去操作 对不对 譬如说前两天 如果你看金融相关的资讯 最多每一个人 都在跟你讲这件事情 说房市要垮了 会不会影响股市 最近这一个礼拜 真的就是房地产概念股 表现得不好 资产股都拉回休息 但是我在节目上开诚布公 告诉你这些股票 我有跟你讲说 营建股全部都可以选吗 没有 精挑细选 你要知道 这些公司的资产股 是它价值的一部分 但是它不是每天都在卖 自己公司的资产 这样的公司你也不用布局 专注本业 同时推估它后面有多少资产 才是真正长线布局的概念 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段期间房地产大跌 有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我说 如果你对于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不是很有信心 那我说请你来要一份教材 对不对 那份教材 我们就不多讲 这份教材 我跟你讲的股票 1909的融成 11月我送出这份教材 价格在15块 这档股票 昨天还持续冲下新高 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 我们真正的布局方式 就是这样 甚至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讲那么细 大部分的人 现在已经没有在跟你讲 miniLED概念股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随着盘式的压回休息 如果你手上有龙达 如果你的老师 弃之于你不顾 那我说你就要考虑了 重点是 同时来跟我们要一份教材 重点不是靠老师 是要靠你自己 所以这一份教材 赶快打电话 或者是扫描QR Code 跟我们来要 对你的帮助才最大 今天周末 这份礼物 就算是送给 看我们节目 看到最后的投资朋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